捆绑瘦奶粉专益连锁店 药房大包奶粉箱用捆绑式手法 逼他来买受欢迎的1-3号小仔奶粉时 要买小人要的4号大仔奶粉 如果不是,就不再供货 美术佳怡和美赞臣都说没有这样的事 一向会照着零售商户过去的销售记录 按需要供货 开药房的黎老板生气到打开电台爆料 莫试过不想要4号奶粉 不过营业代表就兇他说 不要的话以后未必分货给他 还说试过有行家退货 结果整个月都没有货供应 销委会收到商会的投诉 因为销售销售其实对零售商人的入货的决定 可能会构成一个影响 因为他们铺位有限,存货有限,资金有限 或多或少都会想想会有多少货 不过这样做很可能违反竞争法 但是因为还未立法 所以销委会都无权调查 政府今天分别会和商会 以及奶粉商开会 当然我开会主要的目的不是纯粹 只是跟进一个指控 这个如果熟实的话 我们也肯定要敦促业界不要这样做 另外还会看看奶粉商可不可以在农历新年前 送货给透过政府奶粉热线订货的家长 和新年后的供应情况 不过除了捆绑式销售 美素嘉宜都被指集中供货给连锁店 他们上个月25日宣布将供应量加码到100万罐 不过有药房负责人说 一个星期的配给 只是由48罐加到108罐 估计七成奶粉去完连锁店 因为只需要一次过 把货去连锁店货仓 省回营运成本 而且连锁店会跟建议零售价去买 但药房就会卖便宜一点 所以奶粉商都喜欢和连锁店合作多一点